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日前人权倡导团体出面指控,非国在取缔毒品的过程中,警察杀人的程度如同处决,非国警方否认指控,并表示他们必须使用足以致命的武力来逮捕毒贩,因为这些毒贩都拥有枪械且有拒捕行为,就特地则欢迎联合国对非国的禁毒运动进行调查。 不过他交代警方当被问及人权议题时不要回答。 综合媒体报道,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对此以立案对杜特地及其他非国政府官员犯下危害人类这个指控进行调查,杜特地对此表示愿意以入议的方式来保护菲律宾人。 杜特地并向非国警察及军人下令,当国际社会呼吁进行调查时,不要与任何单位合作来调查他对毒品的血腥战争。 据一位报道,杜特地上周在他的家乡达卧室,杜特地向武装警察部队演说时表示,当被问及及到人权议题时,我给你们的命令就是不回答,并反问对方你是谁,凭什么来干预我们运作国家的方式。 杜特地认为底下的警察都应当知道我们的国家正被毒品给通事,令西方国家及维权组织感到震惊的是,自从杜特地2016年6月上任以来已经处决了于4000多人,另外还有数百名要吸毒者被不知名的枪手给杀害。 杜特地对于禁毒的手段相当残忍并且遭受外界诸多批评,但他在国内仍受到民众欢迎被认为是最值得信赖的公务人员。